大家好,我是桑浦,歡迎大家來到明家論政的節目 最近的爆炸性新聞,莫過於1月4日 中聯版主任,香港中聯版主任由王志民換成駱惠寧 大家知道王志民已經做了接近三年的中聯版主任 在這期間有很多所謂的香港的分亂,很多東西跟他直接有關 當然在上面的就是港澳版主任張曉明 再上面的就是中共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韓正 再上面就是習近平,而在王志民之下的就是特首林鄭月娥 整個送中條例,大家知道不是林鄭月娥一個人的主意 一定是上達習近平拍板開始 當然現在這樣換人發,很多人就說是一件好事來的 就覺得往好方向發展,我就說大錯特錯 為什麼?分析給你聽就知道為什麼 王志民大家知道他現在巴士的步有傳 他已經被人扔到中共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副院長 平調沒有貶跡,但實際上就將他投閒置散 他都差不多再過兩年都到退休年齡 正部級的退休年齡是65歲,所以分分鐘已經退休了 退休了之後做什麼?我真的不知道 就像駱惠寧一樣,他整個是省一把手的政部級人馬 他的履歷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但其在在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他做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的 副主任委員不夠幾個禮拜,十二月尾上任而已 幾個禮拜就被突然之間是用非常時期 非常的手段,用非常的人物出任這個中聯辦的主任 而記住,這位駱惠寧先生是有幾個經驗是沒有的 起碼有四大經驗是沒有的 沒有港澳工作經驗,沒有沿海省份執政的經驗 也都是沒有真正的外交經驗,更加沒有組織工作經驗 他做過宣傳部部長,但從來沒有做過這幾件事 找這樣的人過來,我們稱之為黃土文明的人過來 香港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呢?其實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你一個這樣的一種知識結構的人,怎樣去面對香港的局面呢? 當然共產黨不是講知識結構,是講服從的,這是另一回事 但我再說回駱惠寧這個人是怎樣的 很多人就說,駱惠寧這個人呢?他都是一個江派的人 或是上海幫的人,或者說是很接近 我就說呢,看中國的政治呢,不應該用這麼表面的方式去看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是因為你看回駱惠寧的生平的資料 其實我們分析很多中國官員看到,不可以用一種貼標籤 講派性的方式去看問題,這個跟你看台灣,日本,美國政治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駱惠寧,他出身是一個,即他是浙江義烏人,讀書就是安徽讀書的 讀書有成之後呢,留在安徽工作三十多年 也都可能因為他的很多人物關係都在安徽經營 譬如就以這個星期一的早上,中聯辦就開始第一天理身了 即是一月六號的早上他理身,六點鐘回到公司,他安排了些什麼? 安排了一個安徽省政府送的這個黃山形黑蟲的一些畫 放在那個中聯辦的大廳那裡,歡迎記者合理 他說呢,外面風大,你們很有專業精神,經驗精神 你不如進來的地方去等,其實那群記者已經六點鐘,站到九點多了 那麼很多記者,譬如蘋果日報的記者,他名單都沒有他的名字 後來突批他進去而已,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就講完一些東西之後,記者發問問題,他都不回答任何的東西 就轉身就走,旁邊是什麼人?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 盧薪寧,記得叫寧?盧薪寧,這個人是人民網的董事長 可想而知,兩個人其實現在是下媽必的,因為一個新人來 就找一個對港澳工作或者對媒體有關係的人一起去做事 所以這件事大家要明白,他不是一個親近媒體的人 否則他為何當媒體問他,你是否會中環西環一起走 他不回答,問你究竟黃志民是否現在有罪,現在有人貶責 他也不說,所以這一點我們要清晰一個關鍵 就是說,在眾多事實裏面要搞清楚他的生平 剛剛講到盧薪寧是在安徽出身的 他加入這個安徽省政府做事已經很長的時間 他基本上在九十年代末期,是幫助當時安徽的省長 也是省委書記回良玉做事的,回良玉是當時後 記住九十年代,是江澤民是獨裁者,他執政 而他最近要一近磅的人就是叫回良玉 回良玉也是執政在安徽的地方 這個時間,這個新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步步高升 由宣傳部部長一路做到省委常委,這個相當顯赫公職 當然沒有做安徽省委書記的,但當時記住 省委書記是誰人,回良玉可以俗稱上海幫 但是副省長是誰人,是汪洋,他是團派的人 當時的團派未被打散,當時是團派的人 好,去到03年江澤民差不多,最後執政 慢慢要退位給胡錦濤那一年,他就怎樣 就調任去青海做青海省委書記 這個就是做這個相當大的職位,政府級職位 這個省委書記是03年開始做起,他很狠的 譬如當時你看到去到08年的時候,就爆發了拉薩事件 有很多狀爭自焚,青海裡負責清理很多狀爭自焚案件 甚至是大規模搜捕不同的人,甚至出兵進駐青海 也都是嚴厲地打壓,所以他絕對不是一個善類 很簡單,他是步步高升,03年他就做這個青海省委的副書記 當時未做書記,我剛剛講錯了,做副書記,10年就做省長 13年真是坐正做這個青海省委書記的時候,他真的做了一把手 是13年的事,所以你看到他,共產黨就是說你越鎮壓人民 是越步步高升,是一個逆向淘汰的機制,而他做足功課 好,13年之後,去到16年,他就被調任山西省做山西省委書記 而當時候,你不要忘記,未調任之前,再講多一次 他在青海省委做副書記的時候,03年開始的時候 和趙樂際共事一四年時間,趙樂際當然是後來習近平的一個重要核心人馬 趙樂際現在就是中紀委的主任,中紀委主任和政治局常委都是趙樂際 所以很清楚就是說,他是各路人馬都有共事的 他不是一個什麼人呢,就是說跟一個老大,死忠於他 抱團取暖,老大死,我們一起死的那些人,不是那些人的 他是一個人,可以視N個主的,這種人在中國的官場極度普遍,我想是多數的 所以說,如果我們用中國的邏輯去看問題,記住就千萬不要說 那個官員是什麼派什麼派的,你這樣貼下去的話,未必是能夠 把那個人本身的經歷看出來,他跟江的人有關係 他跟汪洋有關係,他跟趙樂際也有關係,他跟什麼最有關係 他跟權力最有關係,誰有奶給他的就善良 江澤民執政的時候就依江澤民,胡錦濤執政的時候就依胡錦濤 習近平執政的時候就依習近平,所以習近平最喜歡這些人 因為習近平本身是沒有根本的班底,所謂之江新軍都是拉習成軍 而這位駱惠寧基本上就是一個,哇,真是一人可以視二主 還經過五代十國那時候的馮度 問題就是習近平喜歡,喜歡他什麼呢?夠聽話 譬如去到山西的地方,當然要當時整治西山幫 也要整治一些令計劃,甚至是李鵬一家人 他們的一些太方式腐敗的問題,眾所周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找了這個駱惠寧去 他就說被習近平通過黨媒稱讚他用不溫不火的方式 將一團糟的局面搞定了,這件事就得到皇帝首肯 什麼叫做不溫不火的方式,將一團糟的局面搞定了 就是叫做硬的更硬,軟的更軟 這個其實預示了未來對香港的一個模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16年就做到19年的12月 就將他射職,不再做這個山西省委書記 不再成為山西一把手,就將他退休了,原先65歲 退休就想訂去這個做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不夠兩個禮拜或三個禮拜,立即調來香港做事,為什麼呢 這件事就很可怕,牛壇琴,這個就是什麼呢 中共的一個很重要的網上媒體,就是1月5號 有清清三個前所未有,一年齡高,65歲要退休 要接體一個勢力三歲的王志民前所未有 第二件事就是你做過省的一把手,青海做過,山西做過 之後要成為中聯辦主任,前所未有 另外第三個前所未有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除了省的問題之外,還接了兩三個禮拜 全國人大立即將他拔走了,去香港做事,這個都是前所未有 換言之就是他在整個決策階段來說,有些事未想清楚 只是臨時臨急做一個決定 這件事的話是受到什麼壓力去做呢,很多人會猜測 是不是有什麼敵對勢力給習近平一些壓力使到他有什麼改變呢 我反而不是這樣看,是習近平自己鋪企打到亂了大陸 簡單來說就是習近平其實覺得王志民的問題都很嚴重 一時之間都不知找什麼人去做事,他本高保派在洗緊 洗洗一下發現覺得洗了那邊的牌拿回來,扔到這個地方 就是這麼簡單,你說過度猜測一個權力鬥爭的東西 我覺得無必要,好了,去到這個情況,駱惠寧來這個地方 他會帶來什麼的改變呢,有幾個跡象你要看一看 第一就是牛炭禁那邊也講得很清楚,他說香港的喧鬧 是時候應該停止了,換言之黨媒已經告訴你 這個人的工作是要停止香港的喧鬧 就是說簡單來說要平息這次的抗爭活動 第二就是你今天看到這個劉少佳,即是1月6號 你看到劉少佳他都講得很清楚,放話的了,他說呢 他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央現在深信有外部勢力 在滲透在我們的抗爭活動裡面,要求他這個地方清除這些毒瘤 這個配合上次即是前幾天王志民和整個特區團隊說的 在教育界公務員界不斷在打壓老師打壓公務員 其實這件事會一默相成下去,如果做的時候可以用12個字概括 正硬的更硬,軟的更軟,以硬為主 以這樣的情況來處理一個問題,這件事就是王志民做了做到 但因為他有幾件事是習近平不喜歡的,一個就是搞到驅損錯判形勢 第一個錯判形勢就是送中,為何會有103萬人,為何有200萬人 你寫的資訊報告,當時中共中央習近平派了多少人 繞過中聯版港澳版系統在這裏收封 如果你打的報告是正確的,我怎需要去收封 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區選找韓正坐在紫荊山莊 說明一百八十至二百席是泛民拿到的,民主派拿到的 怎知道他們拿了三百八十八席出來,在這個情況之下是 是可忍熟不可忍,很多事情就是一個這樣的奴才 錯完一次又一次,這樣還不去,去研究中共黨史和民憲 就調他進研究院做副院長,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知道他是因為得罪了皇帝,這個駱惠寧呢 絕對沒有得罪皇帝,而他也是皇帝重用來做一件事 有些人不說他是臨時性質而已,他在一個地方坐亂張椅 他都老了,他都會退休了,我就沒有那麼寫包單的 中共好多樣東西都會出現的,習近平到二七上八落原則 下一屆他都不可以再連任了,他會繼續連任下去,因為憲法已經被他改到七烏尼馬 他隨時可以做下去,而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人可以怎樣算呢?香港人可以算的東西不多的 那我就說了,繼續這個抗爭的路線是我們這麼多集都跟大家講的 不堅持就是中了中共的圈套,只有堅持才會有機會見到曙光 大家看到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制裁,甚至對伊朗的攻擊 分分鐘會騙斷了中共的咽喉,想一想如果所有的游輪 混游輪不離開到波士灣,不離開到霍爾木之海峽 中共的石油從哪裡來呢?可能從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聽誰說的? 大家要搞清楚這件事,所以就是說這件事對中國的衝擊會相當大 所以香港人要忍,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就是會不會有骨牌效應 就是說張曉明、林鄭月娥甚至沒有林鄭 甚至沒有其他中聯辦的各個副主任,什麼譚鐵牛等等的人 會不會這樣倒,還有更重要就是韓正這個中共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的組長 他又會依於回底呢?這件事就是說大家要看一看 我自己的分析就認為未必會衝擊波去到那麼大 如果衝擊波去到那麼大的話,等於皇帝要找個人制旗 我找個人制旗,做到制旗的效果就可以了 就是找個人在國際社會上揹下飛 或者說他做的事我不滿意,錯判軍情是你 我就找你來負責 只要說完善傳遞這個錯消息給習近平 譬如張曉明、韓正這幫人,他未必個個要他起身 因為你說真,你要全線負責的話,最需要負責就是習近平你自己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你決策的,以習近平思想為決策中心 個個是以你的思想為決策中心,而那份文件是放在你桌頭簽的 朱印是你吸下去的,所以很簡單 他不可能將衝擊波過分擴大,頂多做些什麼呢? 我想張曉明他下台的機會不會高的,當然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 但我想張曉明並不是他首要要負責的人 因為他可以找個人制旗,就是王志民 但問題是說林鄭會不會下台呢?我自己分析就是說他下台的機會是不高的 那哪些人可能是在特區政府裏面,更要細蝦毛的人 特區政府下面的一些,譬如李家超、鄭若驊 一些局長,保安局局長,律政司司長,這些機會就會相對高一些 但是這個做法未必是即時做的,因為共產黨是外面子 那這種傳統的文化的劣質的地方就是說 它是外面子的民族,所以它未必那麼快 所以我想就是說王志民這一層和林鄭下面那一層 只要是林鄭會不會下台呢?我想機會是不高的 有些人說希望林鄭下台,大家一起推倒她 但很多人就會說你推倒她那又怎樣呢?你推倒林鄭之後 就換一個更加獨立的上來,而那種政策會改變嗎?不會 所以我經常說五大訴求最重要的就是真普選 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普選,好像台灣那樣,好像日本那樣 好像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那樣,我想香港這個局是不可能解開的 而如果中國一直不給真普選給香港,香港一直爭取不到真普選 這種躁動會更加大,這種躁動大到某個位的時候 很多人說的所謂香港獨立唯一出路是他們慢慢又不可能 會變成了一種新的苗頭,會不會這樣的情況變化呢? 現在正在向這個方向發展,但這樣的方向發展是對香港是利是弊 大家可以冷靜地去分析 但我只是告訴大家一件事,現在駱惠寧的上任,大家千萬不要大喜過望 駱惠寧我再說多一次,她是一個絕對奉行上意去做事的人 習近平說要去東,她不敢說去西,你看她今天說的事 即1月6日早上說的事就很清楚了,她說什麼? 她說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 我上個禮拜的節目都和大家說過,這個就是習近平在新年賀詞裡說的句話 甚至會重複說習主席說香港好,香港同胞好,繁榮穩定重複那些東西 換言之皇帝叫她坐這個位,她不會歪一分的,她完全是將這個東西copy出來說 可想而知這個人的思想根本是一個完全執行上意的人 而不是一個能夠處理這件事物合乎自由、人權、法治、民主的人 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這個人習近平為什麼看重他呢? 可能跟他山西的地方有關,譬如說習近平跟他說一句 你幫我整治山西的官場,撻坊式腐敗,定了個勝之後他搞得定了 他上任山西之後不出兩天,周圍全個山西走透透 就是希望全個山西搞清楚每一個官員的人物關係,之後分批去整治 這些東西就是皇帝叫你做一,你就做十,但你的十不可以超越一個一 因為你的十都是歸於一這個原則下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千萬不要對他有太多的姑娘 他是沒有海洋文明的洗禮的,他是一個黃土文明的人來的 安徽、山西、青海全部不是沿海省份來的 而他奉行的上意、習近平都是陝西出身的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全部這些情況,你知道他們本身是一個內陸省份的人 沒有受過海洋文明的洗禮,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對他和他的主子有什麼期望呢,我想就是相當低 他的情況可能比王志民更加差 王志民都是會口著臉皮學幾句廣東話跟大家去應一下故事 但我相信這位駱惠寧一定會執行中央政策到底 從此以後大家再不要說中聯辦是被我一派壟斷所有話語權的 事實上都不是這樣的,事實上就是由始至終都是中聯辦執行中央的角色 否則他如果不執行的話早已經黨紀處分,早已經被雙規了 所以我想你知道他一定是忠實執行黨中央的一些政策 但執行政策裏面我相信這個駱惠寧是會做得比王志民更加狠 而不是更好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個是一個換了人就是一個新改變 問題就是新改變是好的還是壞的,有些人說是好改變,我真的覺得搖搖頭 所以大家要密切關注,尤其是在他上任之後1月11日有台灣的大選 我們下個星期回來的時候可能會再跟大家分析一下台灣的大選的情況 但很簡單件事,香港這條路是不是要走下去呢? 無論換什麼人都要走下去,因為我們爭取的五大訴求都未得到實現 所以希望大家加油,努力,不要放棄